学完善在尔玛堆里 叫祂顺服 就能跳动祂的全身 看啊 传字虽然很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火 就随着长火的意识转动 照样 舌头在白底里是很小的 也能说大破 看啊 一点的火能凉凿 而很大的圣灵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底中 舌头是这个世界 能无贵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类子 垫起来 因此是从地狱里垫着的 各样的手授 飞禽 舌类 水柱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 没有人的制服 是难以加入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旧情 兄弟妹看到没有 在教会里 往往 因为舌头 使到教会复兴起来 因为那个舌头 常常去传福音 常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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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你看 我告诉你 今天中国 几乎每一天 都有八千人信耶稣 一天 他们的所谓的地下教会 他们的这些 都很努力在做工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们 不能公开的 这样去传福音的 他们要很小心的 去告诉人家 传福音 他们是从怎样传福音 他们 今晚有机会 见那里那里 我们才能见 我们这边 今晚上有特别的 耶稣有意志 你来 他们这样的去传福音 每个人都悄悄的 去 来 找 教会 然后呢 大家都对教会 很有好奇的 就去 找 教会 这样的情况 但是 今天呢 来到马来西亚 兵城的 大家都是光明正大的来教会 大家都 好 很有选择性的去教会 因为兵城有三百多间教 我没来这间 去北京 路 安庄 我们常常是用态度 然后 去啊 就是看了 所以 不是讲福音 是讲 我们都是这样 你看哦 教会复兴也是一张嘴 教会败坏也是一张嘴 基督徒 如果你要看到你的信心有行为 我不瞒你说 人家以为我有特别的恩赐 恩膏 在释放祷告 在赶鬼的方面 我的确是有 但是我告诉你 我的果笑在那里 我的果笑在于我的嘴巴 你可以做我的 做我的监督 你看牧师 随时随地 我的嘴巴 有乱乱讲话吗 我会讲那些 我也不随便拿东西来开玩笑 为什么每次我去赶鬼 我命令这个鬼的时候 我特别有权柄和权威 因为我断念我嘴巴 不乱乱讲话 我 我说义 就是 我说恶就恶 我没有说魔灵两可的 好像是 好像又不是这样 所以当你命令的时候 魔鬼知道 他知道你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你的讲话 是是而非 又是又不是 不是又是这样的 魔鬼以后 你感觉说 我命令你出来 魔鬼说 都是真实的哦 如果说我真实的 不知道这个有真实的 这有一个 基督徒 很多你的属灵能力的流失 是在从你的嘴巴流出来 你要你的话 你要你的话 有能力 上帝知道你讲 你的祷告是真认真的 魔鬼知道你的 你的命令是真认真的 请你乐住你的嘴巴 很多的属灵能力而流失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你的生命有破口 你的破口在哪里 破口在你的嘴巴 如果你要下一次你祷告 你跟魔鬼 你命令魔鬼 魔鬼要听 听出于你 你要学习你的话 保守你的口